现在的各种的政策的作为 都是试着在解决问题 减缓现在年轻人面对的各种的压力 那我们社会上很多的问题 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也都一样在面对 那可能不是只是一体的处方 我们要从很多的角度跟面向来处理 那我们近期的一些补助方案 也是因为我们国家财政 其实维持体质还相当的健全 那我们在国家的资源上面 有一些剩余可以来做更好的资源分配 也是因为这几年在一些产业经济上面 我们有非常在国际上非常亮眼的表现 跟也获得国际的肯定跟评比 那但是这些新创造出来的财富 怎么做更有效的分配 应该就是我们这些政策所呈现出来的 那这些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寻求更多的 可以减缓我们年轻人 现在生活上所面临挑战的方案 我们不是会搞到一个重纯的质 我们现在可以先放上汤 我们 先不回答